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TOKOGO分享 然后我是叶东赋 我是08年的北大硕士毕业 然后呢,之前在常庆藤爸爸担任CTO 这是一家B轮公司在线教育行业 然后因为这个双减政策 然后一下子行业没了 目前呢,暂时花比较多的精力在这个DTM上 我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呢,像各种开发语言 比如说包括C++、PHP、Python、NodeGIS等等都弄 然后,以前还开源过一个C++的网络库Handy 好,这一次来这里 我主要是分享这个微服务的数据一致性问题 以及解决方案 对今天的分享主要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一致性问题的引出 然后会介绍一下分布式事物的这些场景与现状 然后第三部分会说一下DTM一站式解决方案 第四部分会详细说一个完整的例子 然后第一部分一致性问题的引出 在我们介绍数据库事物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那就是银行账户A转账给B30元 然后这里面的业务场景一定是会需要保证这个A-30和B加30都成功 或者都不执行 那实际运行当中很可能发生A-30后出现当机 那这种情况是需要妥善处理的 那这就是典型的这种数据库事物要解决的问题 那数据库事物它具备ACID这样子的特性 我们下面仔细看一下ACID什么样 然后A是指原子性 要求A-30和B加30要么都成功要么都失败 第二个是C一致性 就任何时候都要保证A加B的总金额是不变的 然后是隔离性A这个要求并发事物之间互相不影响 其实A其实都是希望说事物的并发度要较高 然后是D就持久性 修改成功以后结果是永久保存的 前面介绍完这种单机的这种事物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服务架构场景下是什么样子的 微服务架构场景很可能会类似于一个跨行转账这样子 也就把刚才例子加一个场景变化是跨行转账 然后其中呢 A和B的账户是分别保存在不同的数据库 当中A的金额转出和B的金额转入 应该是通常会分属不同的这样子的服务 然后我们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种的问题就属于分布式事物领域的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分布式事物 分布式事物有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内部的分布式事物 就比如说像分布式事物数据库 像谷歌的Spina和最近国内很火的泰地币 他们在做这个事物的时候 会很多时候会跨节点 那这就是跨了节点 那其实就涉及到分布式 那也就是 这就是内部的分布式事物 然后还有另外一类 是易购的分布式事物 就是跨服务跨数据库的事物 这是今天的主题 我们来看一下跨数据库和跨服务的这种分布式事物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一个图 然后这里面包括了几种产件 第一个是跨数据库 也就是一个服务会访问多个数据库 然后还有一个是跨服务 也就是说呃我整个的这个事物呃是由呃不同的这种呃子事物呃子服务来构成的 然后还有一种是混合型的就是呃既有跨服务又有跨数据库 当然很多时候在微服务的话很可能是混合呀或者是这个跨服务的 好 我们来看 在分布式事物下的这种一致性c是什么样子的 呃 就是在业务业务上面还是期望说用户在任何时候都能查的时候去查询 都能看到a加b的总金额是不变的 那 c对于c这个特性本地事物是使用mvcc技术mvcc技术就是呃多版本 呃并发控制 那么这种技术能够支持高并发下的这种一致性 他们通常采用这种repetable rate的这种的呃隔离级别下的一致性 那 对于分布式事物来讲 其实内部分布式事物也是可以通过mvcc保证严格的一致性目前像怎么spina或者是tidb他们都已经有实现 当然这个的复杂程度是会比本地的数据库呃高一个量级吧 嗯 但是对于ego的分布式事物也就今天我们的主题的话 其实呃因为没有这种统一的版本号 无法做mvcc 嗯 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没有看到呃支持跨数据库的这种严格一致性的方案 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有 假呃这个事情我们不敢保证说一定没有 但是从呃呃这个技术视角来看的话 假如说要在跨数据库当中做mvcc 那么其实是呃很困难 需要多个这种数据库厂商当中去 比如说呃呃那个弄呃呃 协调出一个这种呃版本号的这个方案啊 然后又要做这些并发的这些多版本的这些控制 这个事情的难度就非常非常大了 很可能呃在呃近期内应该都近几年可能都看不到 就是说前面讲到那些问题 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呃分布式事物在实际应用当中 他所追求的ACID 那么原子性呢 他是可以严格遵循的 他也可以采用这种本地事物类似的这种安度的方式来实现 然后一致性的话他只能做就是他没有办法做到严格的一致性 他只能做到说完成后的这个一致性严格真遵循的 但是在事物进行的过程中 这种一致性其实只能够适当的放宽 嗯 然后隔离性的话呃 呃在就是在前面一致性的这种要求下 其实他的大量事物是可以并行的 然后持久性这个事情是严格遵循跟本地事物是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会把这种分布事物的一致性进行一下简单的分类 前面已经说了 我们没在这种异构的分布式事物下 其实没有严格一致性 只有这种宽松的一致性 那宽松的一致性其实又分为 呃有呃就是无中间态 无中间态就是什么样的意思 就是比如说像XA和消息 他不会有中间态 中间态要么就是这种执行完成 要么就是执行完成之后他没有中间的状态 然后呢还有一种是有中间状态的 就比如说这种TCC和Saga 他们呃会有中间态是怎么样子呢 假如说呃我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拿Saga来作为例子的话 那Saga我很可能我要进行数据修改 修改假如说大家全部都修改成功 那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有修改失败了 那他还要得回滚 那么这种情况下 呃那就会出现说这一个数据 就是执行这个事物的过程当中 我还看见过 比如说哎他一部分成功 但最后又回滚回来 就是我能看到了中间的这个状态 那把我们又把这种有中呃 有中间态的其实又分为两类啊 一个是中间态是内部可见的 还有一个是外部可见的 内部可见的就是TCC这一类的 这一类呢是程序员呃 就是开发人员会比较好的去控制这个呃 中间态 比如说是什么样子 然后呃呃就是比如说用户所呃 特别敏感那部分数据 我们不会立刻就修改 我们只是呃呃会维持自己内部的一些中间态 然后Saga呢是呃会中间态是能够让用户那边看到的 好那从我们刚才介绍的情况来讲的话 哎我们可能很可能是说 哎最希望用的是无中间态的呃 这样子的话对用户友好 但是 事实上当我们考虑实际应用当中的多个多个场景 多个种需求之后 其实会发现其实没有完美方案 你看我们这一个呃这个表当中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模式是一含全力的 你比如说像这种呃事物模式当中的这消息 这一类的话他呢呃比如说前面三个都很好 但是他不支持回滚 然后呢XA的情况呢哎有好多好的呃比如说一致性也挺好 开发量也挺好也不高 然后回滚支持也很好 但是他的性能比较低 然后TCC的话那开发工作量比较大 然后Saga的话他有外部的这种可见的中间态 好那个在这一个呃小节的话 我们就 就是以转账作为场景 结合理论探讨了这个一致性的问题 然后结论是呃分布是事物的一致性是宽松的一致性 但是在宽松的一致性上我们还是会有分类有一些一致性更友好 有一些一致性没那么友好 好 然后呃我们说到第二部分 呃那个分布是事物的场景与方案 呃我们看一下业务场景 比如说有这样的业务场景就是呃 如果你有一个活动的业务用户点击这种领取按钮之后 他会同时领取一张优惠券和一个月的这种会员 那么对于这一个业务场景来讲 他的特点是无回滚 无回滚的话 那其实他特别适合这种可靠消息的这种呃事物模式 然后还有一类业务场景是会根据这种呃呃呃 单前操作成功与否进行下一步操作 那举一个呃呃呃实际的场景来讲 就是呃呃发布文章之后 我们去需要去更新各项统计信息 比如说这种这个作者发文的总数啊 这些这些统计信息 那么这个的特点是会看成功与否才进行下一步操作 这个会适合本地消息表或者是事务消息模式这种 然后呃还有一个业务场景 那个他比如说我们有好多第三方的这种订单 我们要需要去组合 这种在预定酒店和机票这种其实会比较常见 那酒店和机票 他们都是第三方的这种服务呃 预定操作是需要可能会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确认 就比如说像酒店啊 他可能需要人工确认 然后机票呢 我们还要看他出票成不成功啊 这这种呢呃事务的特点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啊 会适合Saga这样子的模式 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拿出来举例的这种跨行转账 那跨行转账的时候他是需要 分别的去修改这个余额 那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 其实用户如果看见我的金额 哎 少了 然后再又恢复 这种情况其实对用户会非常的不友好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会 呃会采用这种 TCC的这种事务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会走这种先冻结金额 然后哎确实都冻结成功了 再进行修改 然后还有一个是比如说业务场景 假如说对并发的要求不高 呃如果是说并发要求不高 然后这种数据修改的这种冲突性不太大的话 那么 前面说的这种TCC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XA事务模式来解决 可以减少这个开发的量 然后我们介绍了前面的这些场景 然后我们来看那个呃 这些问题在市面上的这些可选择的这些方案 然后呃在Java这一个领域的话 那么C他应该是呃 目前来讲应用作为广泛 然后他是阿里呃开源的 然后他是脱胎于这个呃淘宝支付宝 他们当时有这种又有呃很高的并发 然后又有又有很复杂的这种支付场景 然后就需要有这种分布式的时候事物的解决方案 呃 呃 然后呃 还有呃 其实Java领域里面呃 C他不是开源最早的 其实还有一些比他开源早 然后呢 现在 但但是呢 可能就是应用可能没有他那么广泛 其中这有有一个啊 啊 这有一个mini 然后还有一个tcctransaction 然后byte tcc啊 这些呃 反正也 我看到的情况好像也是有一部分人在用 呃 呃 有一部分是有一些酷可能现在可能没在维护了 但是也有一些还在维护 然后呢 呃 除去Java语言的话 其实呃 会发现呃 其他语言 我目前没有看到这种成熟的方案 其实像go我们现在用了很多很多了 那就是应该有非常多的公司已经在用go了 但其实还没有看到其他的这种go的成熟的这种方案 那 其实呃 像php啊 呃 python 其实在国内应该来说做应用应该也都还比较多 但其实也没有看到呃 成熟通用的这种方案 可能有个别的就是比如说解决特定小的场景下的一些方案 呃 然后更不用说什么C++RUS的呀或者node等等 嗯 然后呃 这是看我们在市面上找这种通用的方案 当然 没有在没有通用方案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有其他的选择 其中一个选择是本地消息表 呃本地消息表这种方案呢 他呃 他仅仅能够解决这种无回滚的这种场景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举过那个例子 比如说呃 像呃 就是比如说点了一个按钮一定去领取这两个领取 比如说优惠券和呃呃 会员这两个呃肯定会成功的这种情况 假如说我如果会有失败的话 那他需要回滚 那么呃本地消息表这种方案他就呃 无法解决或者是非常非常难的去解决 然后本地消息表他其实呃 也有也有一些呃成本吧 就比如说如果我做这个方案的话 其实每一个数据库实力揭露的话都会需要维 维护呃相关的这种定时任务 他需要去都要去呃 数据库里面去轮循呃 这种超时未发送的这种消息 然后另外就是他需要单独的开发呃 目前呃呃 需要投入成本会高一些 然后呃还有一种选择是对账补偿的这种方案呃 这种方案呢其实他就是直接就说呃呃 可能会发生不一致 那么他就直接允许不一致 然后呢他会通过呃我记账或者说我多个维度 记录的这些这个数据然后我去检查检测这个不一致的情况 然后呃进行补偿 那这种的方案呢就是假如你要去记这个多维度的这个数据 这个事情的开发量就不小也就是对账的这种开发工作量就挺大的 然后补偿的时候呢呃就是很多时候你为了你也担心呃出问题什么的很多时候会需要人工去参与 那成本会比较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呃因为你允许的他不一致 或者是说这个允许不一致时间稍比较长的话 那其实他很容易导致这个呃用户那边呃发现这个数据不对 然后他就会去找这个客服 那你就会导致你这种人工客服的这种呃工作量会增加 所以这个方案也不是这种选择也不是好的方案 那呃呃说呃简单的呃总结一下就是像大量的这种跨服务跨数据库场景 其实非常需要这个分布式事务呃现有的方案其实没有很好的满足呃现在的这些需求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DTM这种呃一站式解决方案 呃呃然后这个是呃那个多元支持的效果图在这里面呢我一个订单呃里面会包括像优惠券 呃库存呃账户支付等等这些的东西呃呃指服务吧 那我我很可能是我总的这个订单逻辑就是总的订单逻辑我是用go写的 然后呢我的这个优惠券的服务那我用node来写 那我的库存服务我用php来写然后像账户可能用python然后支付可能用呃这个go 然后呢DTM能够把他们都组合成一个事务组合成一个分布式事务 那呃DTM是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啊这是一个呃DTM的整体架构图 那这里面的话啊呃那个呃这个是我拿一下笔画一下哈啊这边是TM的这个服务器 然后呢这个是应用然后呢这边的这些RM就是一个一个的这种微服务在这个在这个呃AP是指APP呃就是指我们会去定义啊 比如说我一个呃分布式事务可能会包含多个这种呃指的这种指服务啊或者是叫做指事务啊是在这里定义那 整体架构是这个样子那这里面蓝色的部分是DTM负责的事情啊这里面我们先看左边啊蓝色的这部分这里面是那个DTM会提供啊比如说像go Python PHP的这个SDK呃SDK的话呃在这个DTM里面这个SDK都是会比较轻量级的可能大概就是比如说我一个事务呃模式的话可能需要的代码大概几十行呃然后到呃100多行可能也就这个样子吧它是很轻量级的呃 所以呢提供多个这种语言的这种SDK总共的这种工作量还好 然后 这部分是呃TM服务器这里面呢目前来讲我们的这个数据的存储是放在这个数据库啊支持 mysircle和postgreens啊然后呃TM这里面的呃服务的话我们是支持这种它是无状态的这种实力你可以部署非常多个呃比如说你的负载上去了你可以部署十个二十个啊呃 那这些的这些服务都是无状态的所有数据都存储在数据库的那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啊那个DTM的高可用怎么办那DTM的高可用跟我们普通卡那个呃你自己的业务上的高高可用都一样 就是只要你提供呃就是在我们的业务上基本上都是数据库本身是一个高可用的这个数据库 然后那个呃业务程序它是一个无状态的也就是说我可以起一个也可以起几十个一个档了 那么那个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应用的流量分配上他就会把这个流量分配给呃转到这个呃还在存活的呃 完好工作的这些实力上 DTM也是一样的啊 呃所以呃DTM的高可用反正也就依赖于那个DBA的这个呃去维维 DTA呃DBA呃做好的这种呃高可用的数据库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DTM已经支持的客户端啊 包括呃这左边的三个呃是我自己写的啊 然后呃go的是最完整的了然后还支持的python还支持的node 然后社区给贡献了java的php的还有csharp的 然后呃DTM呃是一战式的解决方案 它其实涵盖大量的场景它会支持比如说包括可靠消息事务消息呃 呃像tccsaga xa也就是说呃就是就是主要的这种场景都已经覆盖了 然后呃我们说一下那个在分布式事务当中呃 反正碰到的就是大家呃要做这个事情可能就要去解决的一个难题 就是指事务乱序呃这里不会不一定非常深入去讲 但我举一个呃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这个难题吧 就是说呃由于这是分布式系统 那么呃他可能会呃也就是可能出现网络问题网络用塞等等 那么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是这样的 我服务器会先收到你撤销转账的请求 再收到这种转账的请求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哎先转账 然后到家失败了或者说呃确定失败了 然后叫你撤销转账 但是在这种分布式式分布式系统里边呃 呃你呃你是可能会出现这种先收到撤销转账 然后再收到转账的请求 这种的问题其实挺难处理的 呃然后呢呃呃呃这个DTM是属于首串的呃呃这个指示屋屏账的技术进行系统性的解决 嗯 嗯 这里面 嗯系统解决的话其实就是结果就是说业务不需要处理乱续 也就是业务 你就当做这些乱序 什么东西都没有 密等你也都不用关心 你就直接只管你的 这个事务处理 就比如说像刚才转站 你就负责转站就好了 你不用去担心这些乱序的问题 那么有这一个指数屏障技术的帮助的话 它能够大幅度降低 这种分布式事务的这种上手难度 反正就是 大家去看这个指数屏障之前 假如说你去考虑一下 像这样子的问题的话 你就会发现其实挺难处理 而且一旦出错 你也是很头疼 然后DTM除了刚才那个创新特性 其实还有大量创新的特性 就比如说像当服务多数据员的这种支持 TCC迁套事务重视的支持 然后还有这种 就是简单比较易用的这种 Saga事务并发能力的支持 还有这个指数状态 一步更新 提升性能这种 然后我说 大家因为DTM开源没有多久 大家肯定会关心它的线上使用情况 然后呢 目前的情况 它已经是生产上可用了 除了我们自己在 原来在长庭的爸爸的话 现在已经署名接入的有三家 然后另外是BAT当中有两家在调研测试当中 近期上线 近期我上线的那个并发Saga的需求 也是来自于跟他们的讨论 也是他们有相关的这样子的需求 然后我就先我就做了实现 也是比较快就上线了 然后生产使用的 其实远远不止这三家 反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有一些厂 可能有一些大厂 可能也不一定 不一定是特别大的厂 然后呢 他们会觉得 那个愿意用 然后去调研 然后呢 但是呢 也不太不太愿意 就是透露那个真实的名称 也不一定愿意说 说上线了以后 那个在我的那个DTM 那个issue上署名说他们用了 好 然后大家也会关心 就是DTM的性能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我这里面去做了典型的这种 这个Saga事物的一个性能测试的报告 那从测试报告的这个结果来看呢 主要的凭倾目前是在那个数据库的 这个Sircle吞吐量和事物吞吐量上面 我是在一个四核八计 然后呢 两万IoPS的这种原主机上 然后安装数据库 然后进行了一个这种测试 测试的这整个过程 那些东西也都在我的这个文档里面有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测 应该也是一样的结论 然后呢 在这一个测试报告当中呢 这是左边 左边这一个是MySircle本身的这个性能 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事物吞吐量啊 那个它的那个Sircle吞吐量 好 然后呢 这里面更细的这左边呢 我就右边呢 就不太细说 这大概的情况就是 DTM的这个主要性能 瓶颈会是在MySircle上 假如说 你需要更高的这种性能 你只要去 那个一个是去买更更配置更高的这种数据库 或者是说你自己做多个组的这种DTM 也行 然后从那个这个这个全局事物的这个 最终性能数据来讲的话 每秒钟300到600个这种全局事物的话 应该来说 就是大部分公司的话 应该来说都不会超过这个量了 就是 当然你 你是大厂除外 大厂那我们要看更更多的去 去看一下是怎么去 去比如说划分啊 还是怎么样去 提这个数据库啊 或者是 把这个数据库划分的更细 300到600这一个数据呢 看起来不一定很高 但是实际上 裸的这个MySircle 每秒钟 可能他本身也就才 在典型的这种 他的那个写的这种 性能测试的标准下 也就是大概是在2000 然后呢 你看这里面一个全局事物 通常我还要包括两个指示物 还需要包括那个DTM的这个数据写入 所以呢 基本上像这一个平静的话 其实就已经将他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 事物已经也用的差不多了 也就到他的这个平静了 然后啊 我简单说一下项目的概况 就是呃 目前DTM呢 他的这个QuickStar 还是应该做的挺好的 然后有完善的CICD 测试覆盖率有95%以上 应该是算挺高的 然后呃 文档也是比较齐全 包括了还会包括这种详细部署的文档 然后呃 那个协议上会支持HGDP和GRPC 呃 然后啊 我说一下 那个就是我为DTM写的一个什么干货好文 目前呢 是在那个谷歌上搜索这个分布式事物的话 应该是在谷歌上呃 排第2呃 这篇文章的话干货挺多的 然后质量也蛮好的 然后这篇干货干货文应该是被很多的公众号呃 大量的转载 其实不仅仅公众号了 还有很多的这些其他的这些自媒体呃 等等 反正现在总计的这种阅读量应该有几十万 好 那DTM的话呃 既然做了这些事情的话 那一定是要去呃 呃 呃 就是比如说业内领先的这些呃 方案去呃 做一下对比呃 然后看一下呃 优缺点怎么样 然后这一个图呢 是这个跟那个c他的这个对比 然后呢 我去列举的呃 比较多的这些呃 重要的这些 比如说事物模式啊 呃 还有一些呃 重要的这些特性 呃 然后呃 其实DTM在多项这种重要的特性上都挺有优势的 哈 然后呃 DTM目前是在 快速发展期 其实呃 潜力会非常好 现在我投入的这种呃 经历也是很多的呃 在各种特性啊 各种这种优化上面呃 应该说是呃 提升很快 好 这个是呃 这个呃 呃 呃 就是分布式事物领域里面呃 呃 取得比较典型的就是呃 这通用方案的这个呃 三个库做了对比啊 这个呃 呃 c 塔是这条黄色的线 他开源比较早 然后他的曲线确实也是比较陡 然后呃 现在有两万多个星 然后第二名是这个mini 然后呢 反正他的这个作者是去了京东 然后现在呃 也在迭代 然后呃 看到DTM是这个红色的线 DTM就是从这一个呃 最那个开源以后 这一个新兴的增长趋势 也就是大家的关注度了 上来讲的话 呃 DTM发的还是呃 挺快的 嗯 未来前列应该会很好 好 呃 我们说完了那个DTM 这个一旦是解决方案 那也就是宏观上我们说了 很多的这些呃 DTM这些东西的特点 然后呃 接下来那最后一部分呢 我们会呃 就是很接地气的去落地 一个这样的呃 那个呃 呃 做一个分布式事务 解决一个这样子的呃 场景的问题 好 业务场景的话 我们就拿刚才前面说的这种跨行转账 啊 那我们把这个业务呃 业务需求再说的具体一些 这 假设A减A减30在一个服务 B加30在另一个服务 那这种情况呃 业务是需要跨服务 保证A减30和A加3 B加30的原子性 然后另外还有个业务约数 就是假设这个转账不成功的话 A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余额被扣减过 那DTM怎么完成这一个业务需求呢 首先我们要选择适合的这种啊 事务模式 在前面也介绍过了 那TCC 那TCC TCC适合这一个业务场景能解决这个业务场景 TCC是啊 try confirm和cancel的简写 呃 它分为三个阶段就是try confirm和cancel 啊 那简单的说就是 在TCC的这种模式下呢 呃 业务可以去先去 尝试去预留这个资源 在这里面的 在这个转账的场景的话 那我们就是去啊 冻结这个资金 冻结资金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 哎 他的这个资金余额是不是够的 不够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直接要呃 告诉失败了 那从呃 从这个呃 业务流程上来讲的话 我们说一把这个TCC的再简单说一下 就是在try阶段 他就是预留必须的资源 然后呢 假如所有 那到confirm阶段了 就是所有的try分支都成功的话 那么他就会走到这个confirm阶段 confirm阶段 他只能够使用try阶段预留的资源 他有重要的一个特点 是他不可以失败 如果你用了比try阶段预留更多的资源的话 那你可能失败 那这种呃 在业务上 那就是不允许了 然后假如说 这些try当中 有一些 哎 发现这个余额不够 啊 那我可能就失败了 那这种情况下 只要所有的这种try分支有一个失败了 那么接下来就要走cancel 那cancel就要去释放try阶段预留的资源 同样的那个cancel阶段也是不可以失败的 当然这里面说的失败是指不可以最终失败 但是呢 你说啊 我有没有可能在这个confirm阶段 我发生一些网络错误 或者是说我的这个数据 那个什么业务系统当机一下 那当然这是可以的 那这只是临时的失败 但是你还是要最终要成功 好 那个我们仔细的说一下 这个时序 这个分支调用和时序图 这里面我是结合代码来 结合代码和时序图来讲解这个过程 好 在DTM里面 你要进行一个tcc事务的话 你是从用这个 DTM client的这个tcc global transaction 这个是这个函数调用会开启一个 全局的这种事务 那么对应的是这里 就是注册这个全局事务 好 注册完全局事务之后 那么就进入到这里面 那么我这里面要去调用一个分支 我这里面要进行 把这个A的这个 让A转出30元 那这一个调用的话 它会对应于这里的2和3 也就是说当调用cobranch的时候 那么他首先会去 把这一个调用的分支 注册到这个DTM上 这样子DTM才能管理起来 然后呢 他调用完了 然后他就会去实际的去调 这个trans out的 这个try的这个业务服务 好 这个完成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调下一个分支 下一个分支的话 那也是类似 那他就是也是要去 注册这一个分支 然后呢再进行实际的 服务调用 好 到了这 到这 然后呢 到这里返回的时候 返回 他又会返回到这个 tccglobaltransaction的尾巴 的这个尾部 那么一旦tcc 那个globaltransaction 发现你这个内部的 这一个函数 返回了之后 那么他就会提交 这一个全局事务 提交全局事务了之后 那么这里就返回了 也就是这里返回了之后 其实是对应在 实际度在这里 然后呢 dtm会异步的去调用 这两个服务的confirm 前面有讲到过 confirm是不允许失败的 那这里面的调用 假如说出现临时失败的话 那么dtm会不断的去从事 最终 把这个confirm调用成功 然后所有的confirm都成功了以后 那么全局事务 他会把它记录为成功 好 这个应该是 今天讲的可能 可能是最细的地方 也是就是说 对这一个tcc事务 可能有 就是dtm去用这个tcc事务 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种了解 然后我们说一下 就是刚才讲完了这个 总体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说一下 三个分支 就是刚才在那里面调用的是三个分支 好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三个分支里面的代码 三个分支的业务 是在这里 这一个是冻结资金 也就是说我在try阶段 要去冻结资金 然后我要在confirm阶段的时候 我要去扣减这个金额 当然扣减金额的同时 我要解冻资金 然后还有假如说我是cancel的话 那我是需要去解冻这个资金 好 然后那这是主要的业务 那这里面还有一行这一个 这个是做什么 这里 当然这里面主要是这里的这个 这个调用 这个调用是做什么呢 这个调用就是前面我们说的指数无屏障 好 我们把这个东西留到后面说 在我们会去把每一个的这个业务处理的时候 我们都会放在这个指数无屏障里边 这样子就能够指数无屏障 就会自动去处理这个 这种叫做指数乱序的这种异常 好 刚才也说了 那个 冻结资金 冻结资金的时候 那就是这部分的这个circle代码了 那其实它就是简单的就是 设置这个冻结资金 就是比如我冻结30元 那我就在冻结资金上加30元 同时我在这个调整这个冻结资金的时候 一定是要去判断 它的余额是不是足够的 这是要求它的这个 冻结资金的加上这个余额 它是要大一等于零的 然后如果冻结资金不对 那这里面就要是给出错误 然后 调整这个余额的时候 那其实是 同时 调整余额和解冻资金 这应该不用多说了 好 然后 从业务需求点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比如说我们先通过先冻结资金 再调整余额 这样子的话 用户就不会看到过 假如说转到失败的话 他就不会看到中间余额了 然后呢 DTM呢 从刚才过程当中也 也说了 它会保证这个transink transout的这个原子性 要么他们全部成功 要么全部回滚 好 那整个这个分布式事务 这样子就完成了 而且这是可以在线上运行的 这不仅仅只是一个DEMO的例子 这是OK的 好 那既然是一个 对于我们 假如说真正接入的话 那你一定是去 会需要去了解 失败的会怎么样 我一定要去测一下 失败的这些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这一部分 这是失败回滚的这个时序图 其实这一个时序图 跟前面那个成功的时序图 非常的接近 比如说在这里 假如说我掉用这个 在这一个步 在这一步返回了失败的话 那么后续原来的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要 应该是在这里 就开始有不一样了 原来在这里的时候 它是去提交 但是现在因为它是失败了 所以它要回滚 然后 当然回滚了以后 原来这个地方是confirm 现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是cancel 然后最后这里是全局事务的失败 这个是时序图 那假如说 我们在这一个地方 就出现失败的话 那么可能 那就是相当于 这两个四和五这个分支 可能就不需要再执行了 然后呢 这里面的这个 八这个分支 也就不需要执行了 那它就是在三 这个分支 三这个序列之后 它就会开始回滚事务 然后呢 最后七掉要完了 然后就全局事务失败 好 那么我们会在事务分支里面去 触发一下失败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的结果 那这里面的情况就是 呃 我们在代码里面去让它返回失败 看一下会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在这里 也就是说 我这里事务是执行完了 然后我再返回这个失败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呃 它调完开手 那么这个时候 回滚的结果是正确的 因为呃 它是在 这个 转身硬的时候啊 那个呃 是增加了余额 然后呃 那个冻结资金 然后后呃 开手就解冻资金 那没问题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假如说我劝的时候 我还没有执行这里面的业务 我就返回了失败 那么这会怎么样 要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其实呃 也可以当做是呃 我们前面的这种呃 呃 乱续 这个指数乱续当中的一种特定情况吧 就是简 就是简单的这种情况 那事实上 如果你没有指数屏障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去想哦 我还没有还没有呃 这个失败发生在冻结资金之前 我需要进行各种的判断 可能还要呃 去考虑重复请求等等 但是在呃 DTM里面 呃 如果你把这个注释放开底下 把再把这个底下的注释掉 这种情况下 其实 你不用什么处理 依旧是呃 回滚之后 那个结果依旧会是对的 依旧是呃 余额依旧会是正常的 这个是呃 如果大家要细细的去考虑 呃 要去看为什么的话 那大家呃 可以去看指数屏障当中 他是怎么做的 呃 简单的 其实简单的情况就是 当他在没有执行这一个呃 指数屏障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指数屏障他发现了 那么他就认为你在这里返回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叫做空补偿 因为却没有执行就执行了开手空补偿 然后呢 他也就不再执行开手里面的那部分的业务 好 呃 呃 最后这个事例简单说两句就是 呃 DTM的上手会非常的简单 然后指数乱序 像其实是包括重复请求空补偿 空悬挂 呃 然后呢 这部分DTM都系统进行了自动的处理 然后这一个事例啊 呃 其实你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go run 这个命令 这个TCC barrier 来运行这个事例 然后完整的事例代码是在呃 一个章谱这个HTTP TCC barrier.go 呃 总共就是所有的业务什么什么东西加起来 总共的代码也就大概在呃100行 还是比较呃 还是比较简单 比较省 好了 那那个说一下 就是 DTM的目标呢 是希望成为呃微服务和呃 原因缘身架构的这种核心的中间件 好 然后欢迎大家呃 提pr 提easeo 然后给start 呃 这个是项目地址 然后这个是呃 我的 微信二维码 呃 大家对DTM感兴趣的 可以加我好友啊 进群 然后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 呃 我这里面看见魔法少女梅露露说 呃 调用回滚之后失败怎么办 调用这个回滚失败的话 呃 我们前面有说这个TCC的这个cancel回滚啊 呃 他在业务本质上是不允许失败的 那么这个失败只会是只能是临时的失败 也就是比如说我是由于这个bug 由于这个呃 呃 网络临时的问题 或者是由于系统的某些故障 所以呢 DTM会不断的进行重视 重视之后 你总是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是bug 你会修复 如果你是这种呃 网络 那我从事应该就会好 如果你是其他的故障 那你肯定会这种故障可能会有呃 那个修复的那个那个呃 修复上线的时候 那这种时候再重视 那么这个时候就OK了就解决了 呃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说分支的密等性要靠业务自己保证吗 好 这一个问题呃 其实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在这个指示物乱序当中 指指示物乱序当中其实是包括重复请求 空补长还有悬挂三种 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密等性 其实是指这里面的这个重复请求 那指示物屏障是自动处理的这种问题的 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解决 就是系统能够自动解决 好 然后呃 这里面有一个AT这个模式哈 呃 AT的这个模式 呃 那个DTM 呃 目前没有支持 因为考虑到 的呃 考虑到AT 他有他自身的呃 不少的这些问题就比如说 他可能会有那种脏毒脏回滚 然后呢呃 然后再加上现在 XA事物的这种效率 就是呃 XA的这种呃 呃 比如说他在5点 哎 我记得5.7还是5.6之前是有一定的Bug 然后那个Bug可能会比较严重一些 然后呢可能对AT的需求可能会更强 但是在那个Bug修复之后 那么逻辑上呃 那个XA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然后呃 如果说效率上面的话 呃 AT可能会比XA强一些 但呃 但不一定就强特别多哈 这个事情我不很清楚 大家呃 我还没有 因为我对Java并不是那么熟悉 我没有去呃 去跑那种呃测试哈 在理论上分析来讲的话 呃 XA的呃 对数据的锁定时间和AT的锁定时间 其实差别不大 好 然后呃 这里面有一个问呃 异购的这种数据是否呃 数据库是否支持 比如说A服务MySQL B服务Mango 好 理论上来讲像TCC 假如说你业务 能够做到这些东西的话 呃 比如说你是一个Mango的 那么你可以按照指数屏障的原理去实现这些指数屏障 那么呃 那么你异购的这种Mango其实就能呃 也能够呃介入但目前DTM呃支持的数据库是包括MySQL Postgrease 当然也就是包括也会包括像呃跟MySQL兼容的这种数据库就比如说像那个什么MarioDB然后还有TIDB这样子呃 呃呃但是Mango目前它的SDK目前那个呃DTM还没有 呃呃呃非常的 MihSQL 这里边有一个用户问的是有对比sata的Saga实现吗 аем 我有去研究了一下 那个Theta的这个Saga实现 然后我发现在Theta上面 讨论这个Saga的模式的用户 好像好少 我不太清楚 它的实际使用是什么样 因为然后我也跟这个 比如说在我的用户里面 要用Saga的这部分用户有讨论过 然后我们都会 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我们对Saga的需求 可能并不一定特别的复杂 不一定要像状态机 那么去做复杂的这种状态 我们基本上要处理的东西就是 哪几个事物要在这一个事物之前 执行成功 我才去执行 大概也就是这样子的依赖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需要并发执行这些分支 然后还有一个是 我可能要有一个超时的控制 然后呢 这些东西目前DTM已经实现 那个Theta的那个叫做状态机的 这个Saga模式 我发现可能很早应该是 就是我看到更早的论文 应该是国外的一个是 忘了是谁 反正他们有说有两种什么Saga模式 然后呢下来 但是到反正就是查了好多的资料 看见就是比较少人说 我用这种去用这种状态机Saga的这种经验分享 所以目前的情况 我可能是权衡这种易用性 然后我是实现了那个就是并发的这种Saga 没有就是复杂度肯定 应用性和复杂度肯定会 应用性肯定会比那种状态机的要好很多 然后适应的场景 我相信应该已经适应适用于绝大部分的场景了 然后我看一下 这个CC阶段一定会成功 那是不是 比如说Cancel或者是Confirm阶段一定会成功 是不是这种情况就会跟本地消息表一样 不是的 本地消息表是从一开始到最后 你都不能够回滚 但是TCC模式其实它是允许你回滚的 也就是说你在Chain阶段 如果发现不能够往下进行了 那么我就可以回滚了 但是消息模式你就没有办法 嗯 DTM的这个未来规划 未来规划我们 我发现发达很快 有时候一些的规划当中 可能不一定赶得上变化 但总体来讲的话 一个是 DTM未来会揭入 这种Go的这种微服务协议 应该会揭入更多的 就是未来应该会揭入这种 Go的这种微服务 有可能会率先揭入的是 Go Zero 然后大家还有问题吗 我看到这里面的这些问题提出来的 我基本都已经有回答了 好 这里面最新的用户问的是 分支密等线是如何解决的 其实密等线其实就是 指数乱序当中的这个 重复请求 那 重复请求的话 那就是密等 我解决了这个重复请求 其实就是已经做到了密等 只要你用了那个指数乱屏障 按照指数乱屏障的这个写法来写 那来来把你的这个业务请求包包一下 那就请 那就没问题了 如何通俗易懂的理解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成功是指 就是只要你恢复正常提供服务的话 那么就你就会返回给我成功 一定会成功总感觉不好保证 那那这个事情我会认为哈 这个保证一定会成功 就像你的web或者是你的这些服务 其实就应该 你就应该提供一个正确的返回结果 给用户 好了 这个是不是结束了 我看屏幕已经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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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诏幕已经黑了 那么他需要用很多张好的 看屏幕已经黑了 我看屏幕已经黑了 还能黑了 然后在屏幕已经黑了 得有很多颜色 在屏幕已经黑了 这是我的 下诏幕就黑了 就是了 我看屏幕 就没有黑了 对 的 黄老师 但是他们可以返回 可以看看这个项目的地址 然后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代码 然后大家还有问题吗 现在上面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东副的一个分享 我简单说一下那个 这里面有一个提出的是 事务消息支持回滚吗 事务消息支持回滚 但是这个的回滚 跟它的回滚 度可能并不多 就是它不能够像TCC 或者是 那个Saga那样子 回滚很多个分支 然后这里有很多的这个 一个例子 可以看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东副 谢谢大家的参与 好谢谢大家 好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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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